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靜土法門決定可以讓你很安穩 如果你真的深信 真的照我等一下講的關鍵 你那樣做得到 你決定可以很安穩 那個季語 我們再講一次 你稱念阿彌陀佛 怨往生者 献生吉德 延年轉授 不遭久恨之難 它有一個重點是怨往生者 對不對 你稱念阿彌陀佛 重點 稱念阿彌陀佛 你怨往生 是不是 你念佛 你願意往生 好 你有這兩個前提 那麼阿彌陀佛 再來人給你掛保證 献生 延年轉授 就是我們講的消災延寿 不遭久恨之難 這兩句加起來 不是消災延寿嗎 不是大家最常常要祈求的 消災延寿嗎 是不是這樣子 好 所以 我現在呢 要跟你們講 這個最重要最重要的關鍵 這個關鍵用一個比喻 因為我們的佛門當中 常常用海 來比喻 那麼我們以人間的科學來講 海水有沒有浮力 有沒有浮力 有 你沒有浮力的話 你東西不會浮在上面 人不會浮在上面 你也不可能發明這個輪船 可以在水上行走 大海它有浮力 我們用這個來比喻什麼 阿彌陀佛的功德力 阿彌陀佛的願力 它就像大海一樣 它本來就足以支撐 讓你浮起來 譬如說我們一個人落海 我們這樣形容 我們現在都是落海 我們在生死大海裡面 我們在生死大海裡面 好 我們落海 我們現在已經來人間了 我們落海了對不對 你假設你真正的相信 阿彌陀佛的願力 跟阿彌陀佛的功德力 就是相信這個大海的福利的話 你只要全身放輕鬆 你躺在那裡 你會不會浮 你有沒有這個經驗 你在游泳池上 你都會有這個經驗 好 你全身把它放輕鬆 就像你躺在水上 你全身放鬆 你都不要用力 你躺在水上 是不是會浮起來 會 好 再來講 假設你落海了 你不相信大海可以把你浮起來 你覺得我如果不靠我自己 那麼我一定會死 所以你拼命掙扎 拼命用你自己的方法 譬如說你用各種游泳的方法 或是因為掙扎 可是你想一下 當你掙扎的時候會不會用力 好 你越用力 你越掙扎 你越害怕 可是你越往下追 是不是這種實際上 我講的是實際上 在人間游泳的經驗 是不是這樣 對 你如果不信的話 你去找一個游泳池 明天去找一個游泳池 你去浮看看 看你全身放輕鬆 什麼都不用做 你相信水會浮我 看你會不會浮起來 那你掙扎一下 用力一下 看你會不會掉下去 一定是往下沉 這個比喻什麼 淨土法門 他容易 他也困難 他容易在哪裡 他權障佛令 阿彌陀佛 什麼東西準備好 功德全部都有 你只要相信 你只要念 你只要一心一意的靠佛念 你就得到全部功德 這是他容易的地方 困難也困難在這裡 因為你不容易相信 你沒有辦法 真的全身心靠佛 因為我的經驗 得到的結論也是這樣 為什麼 我從一個人的問題裡 我就知道他有沒有具足正面 我從一個人的提問裡 可以知道他有沒有具足身性 當一個人 會問一些問題的時候 可以證明他完全沒有身性 也表示他的懷疑都還一直存在 也就是你沒有真的放心的交給阿彌陀佛 你沒有真的相信阿彌陀佛的功德力 你覺得還要靠一些什麼力量 等一下我有例子會說 再說一次淨土法門的關鍵 是在這個地方 你必須真正的全身心的相信 你全身心的靠導佛 你交給佛 就像你什麼都不用做 你放輕鬆的躺在海水上 海水一定會扶你 把你扶住 好 那假設你不相信 你掙扎 你認為我要靠我自己 我要有某些力量 我掙扎 我害怕 你往下墜 好這裡要問大家了 他往下墜 他墜海了對不對 海水的浮力有消失嗎 沒有 海水的浮力還存在嗎 好 海水的浮力是不是一直在那裡 好 他墜海是因為海水沒有浮力嗎 他墜海是因為什麼 因為他害怕 因為他掙扎 因為他用力 因為他用自己的各種游泳的技術 想要救自己 結果墜海 你不能說海水沒有浮力 是不是 你墜海海水浮力還是存在 阿彌陀佛有沒有要救你 他一直要救我們 他幾節以來想盡辦法要救我們 一直希望能讓眾生相信念佛 可以把我們從生死大海裡面救上來 他從來沒有停止這樣的救拔 沒有停止這樣的誓願 他的功德力橫長俱足 就像大海俱足 他的福利沒有消失 可是為什麼有很多人 還是墜入生死呢 也有人問我 師父也念佛了 為什麼沒有往生西方呢 是啊 這個就要問問自己了 你念佛為什麼沒有往生西方呢 是阿彌陀佛的願意的關係嗎 不是阿彌陀佛願意恒常存在 就跟大海的福利一直存在那裡 可是你為什麼墜海呢 因為你不相信 因為你掙扎 因為你想要靠自己的力量 重點就是因為你不相信 所以你才會墜入生死大海 這樣講清楚明白嗎 清楚 這樣講有沒有道理 有 好 所以關鍵是什麼 你要真正的相信 你們現在問自己 你有真的相信嗎 所以我會問大家 當你遇到業力現前的時候 遇到不如意的時候 遇到沒有如你預期的時候 遇到做噩夢的時候 遇到鬼的時候 譬如說這樣講 你相信嗎 你還相信佛 我念佛 佛一定護佑 佛不忘語 佛一定還是在我的周圍保護我 你相信嗎 相信 哇 那你們真的值得鼓掌鼓掌一下 信心堅定 對不對 信心堅定 好 所以淨土法門 難是難在這裡 我之前的那個開示 念佛人的浴火重生 我有從經典裡告訴大家 淨土法門最困難 是你在遇到淨土法門跟相信他 這是最困難 釋迦摩尼佛的話就是 難中之難無過此難 這是無量壽經裡面的詞句 我沒有自己創造 難中之難無過此難 以佛來看是何等的困難 因為要相信太難 眾生就是懷疑是習性 貪嗔痴慢疑 就是我們與生俱來凡夫的業力習性 我們太容易法 太容易懷疑 太容易以我們極為有限的知見去推論 推論往往錯誤 而且毀謗造口業 這就是我們常常 發生的一些犯就是造罪的一些現象 所以這個淨土法門最重要的關鍵是怎麼 是這個你們要記住 假設你是真的全身心的放鬆 你什麼都不用做 佛自然度你 是佛的功德力度你 不是靠你自己 淨土法門是靠佛力 靠佛的願力功德力 不是靠我們自己 你們記得我之前跟你們講過 我有一個夢境嗎 這個夢境簡單陳述 因為它可以證明 我那時候不是剛開始 我們來弘揚淨土法門嗎 我不是說夢中 我這個本來游出去嗎 還好游出去一下子 我很聰明的認定 我一定會死在大海裡 因為我愛吃嘛 就想說我這裡沒得吃 沒得那個 我一動念說我要回去 馬上會回到岸邊 就在這個時候我念了兩句佛號呢 出現了一個我說像三公升的一個小小的桶子 黃色很漂亮的黃像金黃色 我呢就是雙手握住那個小桶子 重點是我夢裡面最強烈的就是一個感覺 完全不靠自己的力量 它就帶著你 它不是扶著你 它不是讓你只有扶在大海 它帶著你 我瞬間就轉彎進入一個極為清淨的一個水道 我有跟大家講過嘛 我說那個也不叫游泳池 也不叫和也不叫什麼 可能一個象征 極為極為清淨 旁邊就是五星級的大飯店 就當我們真的全身心靠到佛 當你真的握住了這六字鴻鳴的時候 它自然會帶領你 你自然會進入到清淨裡面 你自然會脫離生死大海 因為那個夢境我想是佛對我的一個開示 重點就是不用用力 完全不是靠我自己 完全不靠我自己 所以關鍵一定要記住 如果這個關鍵你沒有抓住 你就得不到淨土法門的好處 佛法它很微妙 當你沒有信的時候 你得不到阿彌陀佛這句佛法的功德 你要真的相信 你要真的相信 你要全身心招出去 那麼你就可以得到我剛才說的 你不會害怕死亡 你現身的時候你不用擔憂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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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